市委书记白任章 中国陶斯波兰会表示欢迎 他希望客人们在唐山多走走多看看 以便对唐山的投资环境有更多的了解 两国客人对首届中国陶斯波兰会 及唐山的投资环境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表示要进一步考察投资环境 加快投资项目的洽谈进程 澳大利亚意大利客人一行 适应我是高新技术开发区邀请来我是洽谈投资项目的 两国客人此次来堂 分别带来了新型建筑材料和聚丙烯中工包装材料的独资投资项目 在此之前 以同我是达成在唐山高新技术开发区单独投资的初步意向 副市长张宇 市政协副主席郭之仪 一同会见了澳大利亚和意大利客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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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